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它如果专门设计在一些特别苛刻的跑道上起飞的话 那么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王老师您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飞机吗 越野飞机 我没有见过而且一般如果是在野外比较差的这种跑道条件下起飞的话 这个对飞机的要求是蛮高的 那我越来越好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项目就是越野飞机 那越野飞机究竟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 赶紧随着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一看吧 发明人李小平发明项目越野飞机 一个从四川远赴广东打工的农村小伙李小平 从小对于天空中飞行的飞机就充满无限的兴趣 来广州打工之后更是选择了住在机场附近 仿佛自己可以离梦想更近一些 哪怕是隔着防护栏看着飞机滑行 对他来说都是一次触碰梦想的机会 但是对于一个有飞行梦的他来说 光是隔着防护栏看飞机已经不能满足对梦想的奢求 渐渐地萌生了一个对于农民出身的他犹如天方夜谭的想法 他想造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 在梦想的趋势下李小平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拿出了打工的积蓄梦想孤注一掷 从网上下载资料查阅书籍四处取经 李小平在自己租的一个废旧破房里钻研起来 罕接手艺从零开始 市面上买不到的材料就自己动手改装 在这种极其不专业的环境下 李小平真的能梦想照进现实吗 在两年的钻研下 我们得知李小平的自制飞机即将出库首飞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机库门一开 打眼一看 李小平自制的这架越野飞机有模有样 飞机的造型相似于固定翼 设计复古 轮胎采用后三点式 机舱则是全封闭式 但是随着飞机离我们越来越近 不经意齐 这架自制的越野飞机为何与我们传统的飞机比起来有些不同 飞机那大大的翅膀去哪儿了 李先生 这个就是您自己做的飞机啊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你这飞机结实吗 这全部用的钢管和融丝结构 钢管 融丝结构 对对 它全部都是 这个看起来像塑料的 能在天空中飞吗 可以的 绝对可以 看你这飞机怎么是没有记忆的吗 有的 它这个是折叠起来的 主要就是方便存放跟运输 可以回收的 收到后面 那咱们要不然把这个机翼放出来看看 可以 可以 很方便 按照记者的要求 李小平把机翼展示了出来 那这个机翼你飞的时候它不会有问题吗 没有 前面有一个插销的 等一下把它插上去就固定了 原来 这样一架自制的越野飞机 为了方便处放和运输 机翼是可以折叠的 只需要每次在飞行前展开它 并进行快捷的安装 它就能展翅飞翔 李先生 李先生您现在是在干嘛呢 做起飞前的这个调试 哦 我看你这个内部结构感觉也挺简单的呀 没有 它这个该有的东西全部都有 哦 那这一块是什么呀 像汽车里面的那种 这是仪表盘 然后自己做的 用复合材料做的 哦 这些都是仪表盘是吧 对对对 诶 那这个呢 这个是飞机的加速的油门手柄 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呀 这是飞机的操纵杆 哦 飞机的操纵杆是吧 诶 那这个怎么起飞呀 主要就是用这个油门 加大了它的那个马力 然后等速度提起来 带一点点感觉爬升 这些全部都是您自己做的呀 对对对对 那这个真的能平安的飞上天 可以的 那咱们飞飞试试看 好的 由于没有专业的跑道 我们找到了一块相对较长 且平整的空旷地 让飞机进行第一次试飞 飞机一出现 就吸引到了在空旷地上 晒骨子的村民们 您之前见过这这架飞机吗 我之前见过 那您觉得这架飞机 一会儿可以平安的起飞吗 可以 可以是吧 那大叔您呢 之前见过这架飞机吗 是没见过 是没见过是吧 那您觉得他这架飞机 也是一个农村小伙造的 你觉得他神奇吗 我看着他不来 你觉得他不能够平安的起飞是吧 那刚才您又认为 他能够平安的起飞是吧 那如果一会儿让您 跟他一起坐在飞机上 您愿意吗 您也愿意是吧 行 那咱们一会儿就看看 他能不能成功地起飞 看来大家伙对这架飞机 都是充满了好奇 争相拍照留念 但记者的想法 也是和这位大叔如出一辙 一个农村小伙造的飞机 把样子造的有模有样 就实属不易 但是要想起飞 八成就只是一个梦而已 李先生 我看你现在准备起飞了 还挺镇定的呀 你一点都不怕吗 怕了肯定是有的 还是有点怕是吧 毕竟是要上天的嘛 老婆年轻孩子小 老婆年轻孩子还小是吗 那你害怕咱们就别飞了 下来下来下来 那怎么行呢 坐着坐着这么久 那飞肯定是要飞的 就肯定还是飞一下是吧 那行 那咱们一会儿就飞一下 那一定安全第一好吗 那我也祝你成功 OK 谢谢 好 李小平有着农村小伙 少有的镇定 听他口气 似乎开着这小飞机上天 没啥问题 嘴上不说 可谁都知道 开飞机可不是闹着玩的 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但是李小平面不改色的性格 坚持要飞 那我们就带着担心与期待 为他一起加油 随着一声发动机 的轰鸣 李小平即将起飞 梦想照进现实 就在 刹那之间 可是看样子 这飞机 蜗牛式的滑行速度 不像是要起飞啊 这嘴上不说 心里 还是怕了吧 这都快滑到头了 又开始掉头了 朝我们的方向滑来了 不过想想也是 这农村小伙 造的飞机 要想在这样晒骨子 来来往往车辆的 路况下起飞 滑着 装装意思就够了 真要起飞 还是算了吧 正当我们想劝他放弃 飞机加快了速度 马达的轰鸣声 也异常刺耳 我看这次是要起飞了 哇 这速度很快呀 哇 起来了 起来了 吓到李小平真的飞起来了 在旁观看的记者 也纠着了心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 这一下狠心居然起来了 太不可思议了 李小平这一起飞 想必此时此刻的心情 也是十分激动的 梦想照进现实那一刻 不言而喻 可是此刻在地面的记者 也揪起了心 成功起飞之后 降落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 飞机起飞和降落 可是最危险的 李小平可别在降落的时候 出什么岔子呀 远远地看到 到李小平稳稳地降落 这第一次试飞 已成功告一段落 记者也立马上去 给他道贺 李小平 首先恭喜你成功起飞啊 谢谢谢谢 那个但是我看之前 刚才在起飞之前 你绕了几圈 他都一直没飞 什么意思啊 还是有点害怕是吧 紧张可能是有一点的 是紧张是吧 调整一下心态啊 对你刚才的起飞满意吗 还满意 还比较满意是吧 我看那个起飞的距离 也不是很长 飞机就飞起来了 对对 则是才开始一个 不算熟练 如果多加练习 飞得更短 就是多加练习的话 飞机就飞得更短 是吧 对对对 那大约可以飞到多少 就能够起飞呢 防守估计的话 80米以内吧 行那咱们去试试 好 李小平成功起飞之后 一点激动的反应都没有 信誓旦旦地 想挑战短距起飞 我们都知道 一般的小型飞机 最少都要滑行到200米 才能离地起飞 他居然说 自己只需要80米就可以 那么 记者决定 给他安排一场比赛 李先生 您上次不是成功起飞之后 还告诉我说 您这个飞机 可以在很短的距离里起飞吗 对对对 那我今天给您请了一个 特别专业的一个老飞行员 来跟你比比 怎么样 来咱们认识一下 来老沐 你好 这个是李先生 这个是老沐 你好 老沐 某飞行俱乐部训练员 具有各种小型飞机 飞行经验五年 然后这架飞机 是他自己制造的一架 这个简易的越野飞机 你觉得他这飞机 能够在特别短的时间起飞吗 我看到这飞机这么笨 这么重 应该不可能吧 你就是觉得 他飞机特别的笨重 对 这个飞机 给我感觉是上海板做成的 应该没这么大威力吧 感觉是上海板做成的是吧 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说 生长飞机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能够有这么大勇气 能够做出这么好的飞机 也是精心非常可嘉 但是我觉得安全性和实用性 受到很大的质疑 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像风筝一大给刮跑了吧 你觉得他这个像风筝会刮跑是吧 对对对 那你听了他觉得你这个飞机 你感觉怎么样 这飞机很容易起飞了 因为这个主要是给飞行爱好者 或者是教练用的 然后这个在起飞的 你看风吹它都在动是吧 你看它这个 我觉得你这个飞机 你看刮那么大的风 你飞机动都不动一下 对 但是不要 我们那个稳定性会比它这个好 因为就像那个大巴车一样的 跟这个微型的面包车一样的 这个看起来有点单薄 在多少米就能起飞 100米就可以起飞 100米就 这个还要100米 我们那个80米就可以起飞 他那个80米就能起飞了 80米绝对起不来了 因为80米肯定一定是吧 那肯定能起来 80米都不要都可以起来 这个肯定有把握 行行行 行咱们都别证了 是螺子是马 咱们溜溜就知道 行在跑道上比比试试看怎么样 咱们比比 为了进行对比测试 我们将用皮尺和气球 来测量并标记出跑道的长度 根据李小平和老木的要求 离起点相对较近的 是李小平要求的80米 另一个则是100米 那一会这两架飞机 就是他们一起比赛起飞 你觉得哪一架会先离地起飞呢 离地起飞应该是这个 这个轻一点 就是像风筝这个飞机是吧 对 它的风一台 它又要要飘飘就那样 您觉得看起来比较轻是吧 对对对 那您觉得呢 师傅 觉得也是这样 您觉得也是红色这个 要是先离地的话 应该是红色的 是红色这个 对对对对 好 那咱们一会儿看 一起看一下 哪架飞机先起飞行吗 行行行行 看到两架飞机要比赛 大家伙都看起了热 你好 你好 你准备好起飞前的准备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 行那咱们就飞飞看 拭目以待行吗 好的 好 争取你飞出好的成绩啊 好 谢谢 在老木划出跑道的同时 李小平也同样是紧张和期待 他的飞机真能在一百米起飞吗 老木的飞机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带着轰轰的马达声 在一百米就起飞了 李小平 看来你遇到对手了 怎么样 我看他起飞的距离 那个还挺近的 是啊 没错 他两个气球当中就起飞了 那一会儿你起飞的时候 会不会有点压力啊 压力还是有一点 行 小飞机还是挺厉害 行 那咱们一会儿近自己 追他努力 起飞试试 好 老木的飞机 确实在短短的一百米之内 就起飞了 李小平的脸色 也沉重了起来 老木 你好 我看您刚才飞的距离 起飞的距离挺快的呀 是啊 在一百米就起飞了 一百米就起飞了 是吧 我也看到在那个球那 第二个球那就起飞了 这种起飞距离是世界上最短的 也是最快的 李先生 那你看了 刚才他起飞的距离 你有什么感想的 我们那个飞机动力足够 然后起飞距离 飞比他这个短的 他这个虽然已经算 非常的厉害了 我想我那个应该 可以超过他的 就是会 咱们会更厉害是吧 那咱们飞那架试试 李小平还是带着 一点的自信和平淡 说着自己会更厉害 但记者可不这么看呢 老木那进口飞机 看着也比你小巧轻便 话说您还是自己造的 要跟老木比 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一事 李小平移上飞机 虽然滑行速度相对之前快了一些 但还是不敢起飞 就围着气球一直转悠 也不知道这李小平要赚到什么时候才起飞呢 他会不会是担心自己输呢 迟迟不敢起飞 准备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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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超过第二个气球 转了那么久 可结果我们还是一目了然 虽然起飞前李小平信誓旦旦地说 自己在八十米之内能够顺利起飞 但并不如他所愿 还是输给了老木 远远地超出了一百米 那是什么原因不像他说的那样 没在八十米之内起飞呢 李小平说是综合性的问题 导致了没有在预期的距离起飞 虽然嘴上说着没事 但还是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他就没有和我们再联系了 突然他做出了一个令我们感到震惊的行为 他居然拆起了自己苦心制造的飞机 但是事情好像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 李先生您先生这个是在做什么呀 这是我改进后的那个机翼 改进后的是吧 这个是你以前的机翼是吗 把他拆下来了 那我看这两个机翼的话 除了这两个机翼的大小有点差别 我看他们其实没什么差别 就是这个还没给他蒙皮 然后这个蒙了皮 对这是还是一个骨架 但是骨架里面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别 骨架结构问题也改变了 对对对 你看这是现在重新做的这个机翼的形状 哦我看出来了 它这个下面的弧度特别大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还它还有哪不同吗 还有上面的那个弧度跟下缘的弧度都比以前大 哦就整个说是这一块的弧度跟这一块的弧度变大了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样改进了之后它能飞起来吗 嗯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行是吧 对对 那咱们做好了之后上跑道上飞飞试试 嗯好的好的 原来李小平把整个机翼拆下来 对机翼进行了改进 把飞机内部的骨架弧度加的更大 而便于飞机的爬升 看着塑料蒙皮 这飞机换白翅膀了 哎你这个新飞机是白色的吧 我看这个颜色的话 包起来的这个外观的话它是白的 没有它主要是还没有做处理 这个外面还要做几遍面漆 处理了之后就是绿色的 哦就是说最后它上面还要上漆 然后变成那种颜色加处理是吧 对对对对对 行 固定翼飞机主要有机身和机翼两部分组成 飞机升空的升力主要源于飞机的机翼 传统机翼结构的铺面是一个上圆拱起 下圆基本平直的形状 而李小平改造后的机翼 把下圆也改为向上拱起 同时加大了上圆的拱起弧度 这样在飞机滑行起飞时 空气流动产生的升力大大增加 飞机离地升空时间变短 从而实现飞机短距起飞 那么李小平自己改进过后的机翼 真的能帮助他实现短距离起飞吗 李先生 您怎么我给你弄了一个80和100的气球 你怎么好像在这个地方和这又加两个气球 对那个是50米 这个是40米 哦那个是50这个是40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你加两个气球的意思是怎么样 我争取在这个想在这个40米之内起飞 想在40米之内就起飞 是对你改造过后的这个机翼是很有信心吗 对对对对 行 那咱们一会争取在40米就起飞好吗 好嘞好嘞 改造过后 李小平居然还给自己加了两个气球 分别是40和50米 李小平看来这一次信心十足啊 大哥 你们一直在这个飞机 给这个飞机拍照是觉得这个飞机很特别是吧 有点好奇 有点像30年代的这个打仗的战斗战队 30年代打仗的战斗战是吧 我感觉有点像 很像电视电影那个给日本打仗的时候 这个战斗机就是这样子了 就特别复古是吧 那我告诉您这样一架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中国越野飞机是一架那个农村小伙他自己造的 你觉得不可能吧 真的真的 一会儿四个气球的距离 你觉得他能在哪个气球起飞啊 我感觉到四个气球跑完他也起飞不了 四个气球跑完也起飞不了 那肯定了 这个战斗机应该是滑行 应该滑行1000米以上了应该 这种飞机你觉得该滑行1000米以上 1000米以上才能起得来吧 才能够力吧 然后但是他说他能在过了第二个气球就可以起飞 嗯 那肯定性不大 那个农村小伙我感觉肯定性不大 您不大放心是吧 我不大相信他 那行 那咱们一会儿一起看看他能不能在第二个气球过了就起飞好吗 行 李先生 做好准备了吗 嗯对 那一会儿这第二次测试那个距离飞行了 嗯对 那一会儿你要在那个40米到50米你自己弄的气球之间起飞 那争取30几米吧 30几米 就是说还没到第一个气球就可以起飞了 对对 争取 那你有信心吗 有 信心有 我看你这个表情劲的话好像信心挺高的 嗯对 行那咱们一会儿拭目以待 好 OK 这位大哥似乎并不看好我们的李小平的飞机能够在较短的距离起飞 但是李小平还是依然自信的做着准备 野心也越来越大 还想在30米就起飞 这摇头摆尾的样子 难道机翼还没测试好 飞机平衡有问题吗 这机翼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 可是我们也知道李小平嘴上都是自信满满 但是你看他还是开着飞机慢慢悠悠的滑着 那么他真的能够成功挑战短距起飞吗 好 车跳飞了 马达升空就变了 哎呦 在80米之前就飞起来了 经过李小平改造之后 飞机的起飞距离果然有了明显的差异 得到了很大空间的进步 看来加大机翼弧度确实有利于加大飞机的生力 能够使飞机尽早的离地起飞 李先生怎么样 还算理想吧 但是很大的顺风 你知道你刚才在哪个气球的距离上起飞的吗 反正至少应该是没有超过第二个 没有超过第二个是吧 这个机翼改造之后的话 还是对那个就是跟第一次比的话还是好很多是吧 嗯 对对对 但是今天有一点点顺风 主要是我在那边起飞降落就是很大的顺风 哦 是有一点顺风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说逆风的话 这个可能起飞的情况就会更好 如果没有风的状态的话都会好很多 很大的顺风 大哥你觉得怎么样 刚才你看起飞之前 你不是说他这个飞机是不能够在很短的距离起飞的吗 是 我难以想象 如果是一个农村小伙自己造这个飞机的话 能在50米起飞 这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感觉到如果这个飞机能在50米起飞 那是就像我们现在的最先进的战斗机 双击加力才会250米才能起飞 哦 就是最先进的战斗机都得250米才可以起飞 双击加力才能起飞 某些技术总的潜力 您对您刚才起飞满意吗 满意 还是比较满意是吧 还比较满意 那您之前不是说可以起飞距离更短吗 做到这个成绩也非常满意了 就是做到这个成绩您已经比较满意了是吧 对对对 反正以后还会做得更好 以后还会做得更好 对对 那要不然咱们再试飞一次试试 不用 除了我们这个飞机除了起飞距离短 还可以到其他的这个地面上去飞 比如说草地核潭灌木虫都可以 草地核潭灌木虫都可以是吧 对对对对 行那咱们去试试 好可以可以 李小平告诉我们 这飞机不仅短距起飞了得 各种地形也不在话下 记者找到了一块杂草丛生 暗坑密布的草坪 怎么样 之前飞了50米起飞 你不是说还可以尝试很多地形起飞吗 对对对对对 我给你找了一块草地 你看这瓶草地怎么样 嗯 这个草地虽然很不平 但是这个飞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对对对 很多很多坑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 等一下就找一下 只要没有暗坑就没有问题 就只要没有暗坑就是坑不大是吧 对对对对 像这样一般的草坪抖的话 这种颠簸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颠簸没问题正常的 行那咱们去试试这个草坪能不能起飞 好嘞好嘞 嗯好 嘴上说着没问题 我看您这向前滑行的速度还不如之前呢 想要起飞 八成是不可能吧 怎么在远处又不动了呢 人怎么又下来了 他是在班机尾吗 这难不成现在想要掉头都不行了 这路况也确实够颠的 这飞机不会散架吧 他这是轮胎出问题了 是草太高爱着轮胎了吗 我说你心痛要不要就不飞了 我再四多两次 再多划两次 我做不到万全的保障 我不会飞的放心 好 你叫我飞我飞 行 你一定是安全第一好吧 原来之前一直镇定的李小平 还是害怕的 每次来回世华 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他都还不死心了 还要再来一次了 李小平 李小平滑行起来还是晃得厉害 这天色越来越暗 今天要想飞起来 也是不能够保证安全 可李小平的越野飞机已越野著称 难不成这块草地也挑战不了 怎么样这个草地是飞不了是吗 没有这个草有点长 我怕 草太高了是吧 对对 怕打到那个架 打到螺心架 草高的话多高就会打到螺心架 不要够够腰吧 就不够腰是吧 对 然后他这个就可以正常起飞 对对对 地的话都还无所谓是吗 对对对 行 那咱们再去找一块草 稍微低一点的试试看 嗯 原来李小平担心杂草的高度 会打到螺旋桨而损坏 但是记者提议去重新找块草地 在飞的时候 他似乎不愿离去 难道飞机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他会不会选择放弃挑战呢 太阳渐渐躲到山头 那么明天 李小平会做出什么选择呢 新的一天又重新开始 李小平起了个大枣 打扫着自己心爱的飞机 他告诉我们 还是想继续挑战草地 记者给他换了一块 暗坑依然很多 但是杂草高度没有过腰的草坪 让他继续试飞 怎么样 这块草地怎么样 这块没问题 这块的草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只要没有到膝盖 不到螺旋桨打到就没问题 就是只要 就不到腰部的位置 过了膝盖 对对对 只要不被螺旋桨打到都可以是吧 对对对 一点点不平不怕没事 就是他这个草地下 还是很多坑 或者一些草庄啊 这个都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这个一小小点不怕 只要反正草不高过腰就行了 是吧 对对对对 那咱们上飞机试试 走 李小平一上飞机就关掉了舱门 相对之前 他居然直接选择了加速 难道直接就要起飞吗 哇 次来了 显然新的一块草地还是暗坑密布 但是由于符合了飞行安全条件 杂草的高度没有打到螺旋桨 相比之前的长度较高的杂草 飞机则更容易起飞 看到李小平一次次的顺利起飞 一次次降落 他的飞行技术似乎也越来越娴熟 我看现在起飞真是越来越好了呀 哎呀 还好 一般 反正飞机很稳 然后上去虽然有点风的话没有关系 然后转一个圈圈就下了 往那儿转了 紧转紧转 对 我就是看到你 就是直接一下就飞了 就没有像以前一样 各种地形或者怎么样 都得转几下的然后才飞 这个没问题 因为这个比较开阔 就比较开阔是吧 但是这个地形 还是有很多凹凸起伏的地方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飞机完全可以在这种地方起伏 就这种地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那这种地形 就是它的最大的极限了吗 没有 它这个飞机 像开阔一点的那个 河滩额暖实地都还可以 河滩额暖实地都可以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要不然去 河滩额暖实地试试 李小平开心的笑着 但是接下来要挑战的地形 将比草地更为复杂 那么它还能这么自信镇定吗 由于要去河滩测试 需要走公路 为了不影响交通 我们打算把飞机再折叠起来 用车运输到十公里外的河滩去 那么一个奇妙的场景出现了 小汽车拉大飞机 可途经市集的时候 由于一大批群众的围观 把飞机也困在了市集上 大哥你们之前看过这个飞机吗 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你觉得飞机特别吗 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是吧 在公路上看到飞机的可能性 一般是不可能的是吧 对对对 一般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自己做的 对这个飞机自己做的 你们觉得它能飞吧 应该就想看它会 就想看它飞是吧 一会会在那边飞 你觉得这飞机特别吗看起来 你觉得这飞机看起来特别吗 很小啊 很小是吧 你觉得它一般的飞机有什么差别吗 奇怪很独特 很独特 很独特 那你们都觉得这个飞机能飞吗 能飞了 都觉得能飞是吧 对 大伙对于李小平的飞机都是觉得 可是具体情况 谁也都说不准 毕竟河滩这种地形难度 也是越野飞机所能接受的最高难度 可是像在河滩起飞 光是把飞机弄到河滩上 就花了不少的功夫 这又是推石头推飞机的 不会把飞机给磕着碰着了吧 不会影响到飞机本身安全吗 到达一块相对较平整的河滩之后 李小平熟练的展开了机翼 准备进行这终极测试 李先生 这块地怎么样 这个地不错 这比较有点点难度 然后下面高低落差比较大 石头也特别多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都看得到它地面上是什么情况 有一点难度 你第一次飞这样的地形吗 对对对对 心里紧张吗 紧张肯定是有一点 对 这个飞机应该是 跟之前的草坪相比呢 草坪看不到 这个是看得到 但是它这个比草坪更颠 而且也很软 对对对 更颠 然后所以有很多石头 对 那这种地形你可以吗 这种 我们试试应该是没有问题 试试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对对 那祝你成功啊 好 河滩上又响起了熟悉的马达声 但这次李小平的飞机可是颠簸得更厉害 这会不会把飞机颠坏 机器失控 滑到河水里啊 这一颠一搏的前进方式 别说是起飞了 这滑都滑不走 河滩地难度确实也是越野飞机所能挑战的最高难度 李小平他能挑战成功吗 就在大家担心的同时 飞机停了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那个怎么突然就不滑了 然后我发了一下 看了一下这两边的空域不是很好 空域不是很好 对那边刚好有横着两条电线 这边这个桥墩离得近了一点 就无法起飞吗 现在还不好 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再试多两次看看 再试两次 对如果有十足的把握 咱们起飞 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个地方 因为空域不是很好 空域不是很好 那要不然咱们换个地方吧 我再试一下吧 再试一下 好那一定是安全第一好吗 对对对 我保证有十足的把握 我才起飞 好加油啊 嗯 记者劝阻着李小平 不然就放弃着是非 毕竟农民出身的他做到这个程度非常不错 可别为了这事出点什么意外啊 不过这次滑行的速度好像是要快些了 但是轮胎还是上上下下的往前跳动 从远处来看 飞机还是一颠一搏的滑动 你看这掉头 也跟硬熬过来的一样 这样不会伤着轮胎吗 这到底行不行啊 轮胎会不会断呢 哎呀这个地方真的不行了 可能飞不了 飞不了啊 对啊为什么呀 主要是这个两边的空域不是很好 因为一边的刚好这个桥墩呢离得比较近 另外一边呢就是这个这条两条电线 电线问题 对对对 而且这两条电线呢很矮很细 上去的话速度快了根本都看不清楚 就是说你无法控制那个起飞的高度 怕有安全隐患是吧 对对对这两边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到时候飞上去比如说气力不稳定是吧 很容易挨到飞机 那这种地形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吗 对对对这个地形没有问题 地形的通过性是没问题 只是说你起飞之后的那个空域 对对对 你无法确定 那要不咱们去换一块同样的地形 但是两边的空域更开广的怎么样 可以可以行动就行 好 由于电线和桥墩影响到起飞空域 我们打算寻找其他的河滩 可是周围的河滩 相对起飞的空域都不宽阔 而且人流较大 一旦出现问题危害就无法估量了 可李小平还是打算挑战一下此类型的地形 那么记者又会给他找到一块什么样的地形 让他进行终极测试呢 经过之前河滩是非之后 记者打算找一块难度相当 但是周围环境相对安全的地形 让李小平进行终极测试 你别进去了 这路太烂了 路太烂了是吧 那边那个大路太深了 我们从前有个车子过去都焊住过 你别进去了 那我上来看看 千万别进去了 好谢谢啊 不客气 前面那个路过不去了 但是我找的这块地 我看条件跟那个和摊还挺像的 你觉得你可以胜任吗 这个没问题 小车子过不去 这个飞机可以过去 这越野飞机嘛 底盘比较高通过性很好 这一点点不算什么能够 那之前那个河滩你都不敢起飞 这个你敢了 这是不同的原因嘛 不同的原因 那个人少了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个内心就要好点是吗 对对对 安全第一嘛 安全第一 对对对 那现在咱们去试试这个 对对 把那个车子一开 我的飞机过去就可以了 飞机可以过去 对对 好行那咱们去试试 好 这块地虽然外面看起来有些大水坑 可是里面却是杂草丛生 地面干燥松软 记者坐上了一个拖拉机 先进入了里面 坐在拖拉机上都是非常的颠簸 而踩在这软土沙地上也是极其的柔软 看来这地形并不比河滩轻松了 李小平的飞机一进入软土沙地 就用发动机挂起了漫天的风沙 这风沙肯定会影响前方视野 这连路都看不见 要想起飞 这难度不是更大了吗 李小平也打开了机舱 须着眼睛探索着前进 只要一加速 这风沙也越来越大 恐怕这李小平也吃不消 记者看着都不忍心 想上去劝阻他放弃 可是他怎么越滑越远了 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李先生 李先生 他是怎么不飞了是怎么的 他这里都滑走了李先生 我特别好奇 你看测试呢 进行到一半 发明人自己走了 把记者一个人晾在那里 是不是机器有问题了呢 首先说明就是在野外环境下起飞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一些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这样艰难的起飞 其实是特别惊心动魄的 对这样的话 他如果采用一些 只适合在平地上使用的一些 轮子器械 他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拿了一个小车的模型 上面有这个可以滚动的轮子 那么我们用这个小夹子 来模拟障碍物 这一侧比较低矮 这一侧比较高 那么这侧低矮这一侧 我们看到这个轮子 它的中心线 是比这个障碍物要高的 这个时候我们看 我们如果把它作为障碍物 放在这 我们推这个车的话 它就可以上去 但是如果我用一个更高的障碍物 这个高度比这个轮子的中中线 要高 比这个轮子中中线 要高的一个障碍物 如果我们固定住这障碍物的话 那肯定是不行 我们推这个车的话 我们看到 推不动 而且如果力量很大的话 容易翻 对 车就直接翻掉了 所以如果在比较 条件恶劣的这个跑道上面 那么我们觉得 方便人们应该考虑 用更大的轮子 才能够保证它的越野能力 所以您刚才说到 用更大的轮子 其实也就是降低 它的初始的障碍物这个线 对 就提高它的这个轮子的 中轴线的高度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 很多越野车 它的轮子就比这个 城市里跑得 感觉比车的都要大了 对 都在外面这样的 比如说拖拉机也是一样的 拖拉机的轮子也很大 就是它的越障的能力 就会增加很多 明白了 好 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 发明人会对这台机器 做出哪些改进 烈日当空 记者就在原地 一直等着李小平 他难道放弃了吗 来了 李小平出现在了一股浓浓风沙中 好像重新燃起的斗志一样 那他刚才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把记者扔在了现场呢 怎么样 刚才滑半天 我看你滑了滑了就滑走了 临阵脱逃了害怕的是吧 没有 我飞去换了一个更强的装备 换了一个更强的装备 对对对 什么装备 换了一个大一点的轮胎 换了一个 这个是已经换过了是吗 对对对对 那你之前的轮胎呢 在那个货舱里面 在货舱里面 在货舱啊 咱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以前的 这个是以前的是吧 对这是昨天飞的 往前飞的 上次飞的 那你为什么要换 你为什么要换这种轮胎啊 因为在这 它没什么不一样啊 没 你看 对对对 它这个是明显的要大了是吧 换的这个 对对对 它大了通过性好很多 通过性好 不光大了 然后这个胎也更软低啊 软了是吧 对对对 以前那个硬 对对啊 这个软它换了 是 这个要软一些 这个要硬一些 对对对 那咱你换了这个轮胎之后 飞这种地形就 就更好飞 就更好飞是吗 对对对 那不然咱们再试试 好好好 行加油啊 原来李小平回去换了一个 轴承更大 气压更大的轮胎 来增强越胀性 这次滑行的速度 好像是快了 但是风沙也越来越大 这前面都看不清楚 李小平 你这也敢飞 虽然这轮胎变大了 可还是跌跌撞撞的上下跳动 这可千万别出意外啊 这换了大轮胎 还能顺利起飞吗 哇 这个是准备要起飞了 哇 哇 哇 起飞了 李小平这跌跌撞撞的离地升空 使我们肾上腺素全部上升 屏住了呼吸 可最值得开心的是 最后还是成功起飞 李小平的整个制造过程 也犹如这次飞行一样 跌跌撞撞 可最后还是实现梦想 在这条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他告诉我们 麻雀虽小 玩的却是整片天空 李小平自制的越野飞机 采用航空旅馆 蒙皮和复合材料组装而成 由于它的设计功能 加上对机翼和轮胎的改进 使飞机的越野性能大大提升 经过现场测试 越野飞机的短距起降能力出色 同时还能在各种非常规路面 如草地 红土 沙地等顺利起飞 通过两年的苦心制作 实现了自己的越野飞行吗 李小平作为一个农民兄弟 靠以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来制作了这么一台越野飞机 我觉得首先 他这种肯于钻研的这种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他在制作飞机的过程中 他通过改进飞机的机翼的弧度 和加大飞机发动机的马力 来增强了飞机的升力 同时通过轮胎的选择 和轮胎充气压力的优化 实现了整个飞机能够在沙土 或者是红土和草地 这种不同路面上的起降 整个实现了越野飞机的 在短距离内也就小于100米 能够起飞的这种功能 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如果这架飞机能够在制作工艺和可靠性设计方面 做一些更充分的工作 我想它的实用性会更强 另外作为越野飞机 它可能不仅要适合草地、沙地、 红土这些路面 如果能在冰面上 或者是水面上 能够实现起降 这样的话 它可能功能更加完善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栏目的联系方式 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 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栏微博 好 再一次谢谢王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客家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